您在2月1號之前,您就曾經在1月18號的時候,您就向蔡總統提出總辭,後來也被蔡總統蔚留 所以您現在內閣的角色應該是屬於我們這邊講的,看守內閣,看守政府 我想您應該不會反對這個 請問哪一個法律有寫看守政府呢? 這個不是法律,而是這是一個憲政的嘗試 哦,不是,那你就 我就想說您不用搶答 我想這個部分來說,這個就是一個學禮憲政的嘗試 您現在的角色就是看守政府,看守內閣 而看守內閣到底該做些什麼 我想這是非常清楚的在西方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面 看守內閣它就是一個在新政府上任之前的一個臨時政府組織 那麼它基本上主要的功能就是只是在維持一般性日常的政府職能 是不適合在做一些人事的任命或者是推動重大的政策以及法案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賴總統已經邀請您去任 接下來擔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長了嗎?請院長回答 沒有,但是你剛才講的我並不同意 實際上,現在的內閣還是繼續要做事 不是像你這樣講的不能推動重大政策跟法案 如果這樣,這個內閣就是失職的內閣 好,謝謝您的回答 謝謝您的回答 我想在這邊還是要給院長一些簡單的一些憲法的一個知識 那麼,在新政府上臺之前,在所有的西方民主國家這個階段就叫做看守政府,看守內閣 就是續任的這個院長是不適合在做任何重大的政策推動 您所做的政策,您所做的決定,基於責任政治難道要讓接下來的新院長承擔嗎? 這個是非常簡單,請請問,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我剛才講很清楚,我並沒有請您回答 我只是要告訴你一個憲法的一個教育的實施 你要我回答的時候,你就說請你回答,這樣我比較清楚 因為你有些時候問的是問句 我沒有請你回答,可以請您先中斷您的談話 因此,在看守政府的這段時間,就像我說的,是不適合做任何重大政策的推動以及法案 那麼在這邊,我也必須說 如果您再繼續推動這些重大政策跟法案的話 會讓一般的民眾,一般老百姓認為您是不是試圖在利用您剩餘的價值 要去完成您沒有完成的事情 您所謂的福國利民的政策 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是真的福國利民嗎? 是 這個部分,您沒有辦法代表新的民意 請記住您現在的角色 您是代表的,您是被已經即將卸任的總統任命 而不是由新任的賴清德院總統來任命 除非您今天已經跟賴總統取得了默契 您即將會是行政院的這個接下來的新院長 這個可能在憲法上來說,可能都還會有些問題 但是以您今天這樣的態度 我認為您其實並不了解民主憲政的真諦 這個是我在這邊要提醒您 作為一個看守政府 現在是不適合做任何的這個重要的政策 好,那麼接下來我就要講 在您現在,最近我們看到新聞上面 好,是已經從您行政院政策官網上面來看 我們看到了其實有幾個重要的政策 基本上都不適合在看守內閣的情況之下 所做的決定 包含我們重申要禁止這個組團到大陸旅遊 以及最近勞動部才剛簽署的 台印勞工合作備忘錄 以及又這個推動2025年到2028年的地方創生計劃 以及又陸陸續續的提出了一些重大的法案 像電子簽章法 還有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不在籍投票等等這些法案 我必須說這些法案並不是完全沒有爭議 而且它基本上涉及非常多複雜的這個權益關係 那麼我們也知道其實社會上對於這項子的這個政策 這個法案都有很多的意見 那麼在今天的這樣的一個場合 以您的這個作為一個看守政府 看守內閣 基本上根本不應該繼續去推動 要了解我們2月1號我們立法委員就職 我們是新國會新民意的產生 我們沒有必要再去針對您 呃現在所推動的法案來多進行詢問 我問了您之後您接下來若不是行政院長 我不是白費口舌跟您討論那麼多 所以我必須再次的提醒您必須要了解 您今天作為一個看守政府的行政院院長 您的職責您的角色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我們現在的行政院各部會 你們在利用憲法上法律上或行政上面的 剩餘價值去推動你們過去那8年沒有完的 推動完的政策 如果那是那麼重要的話 為什麼不早早做 要剩下這三個月還要來做呢 接下來當然在這個 一些重要政策的部分 我想我在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那麼呃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基於院長您所 您所領導現在的行政團隊 基本上是屬於一個看守政府的狀態 所以呢本席不會詢問你 在今年你預計要做些什麼 你的施政重點 因為您剛剛說了 您也不會是下一任的行政院院長 所以我接下來呢 呃我想我不會為難院長 好對於一些您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去做一些承諾 那我希望 我接下來 我接下來我想和院長 一起來談談 來檢視 您呃 這個行政團隊 這些年來的施政成績 我在這裡特別 呃關注幾個問題 包含近期的 就是 進團令的問題 這個當然我在一些 新聞媒體上面 已經有表達過我的意見 但是我還是 同樣覺得 非常奇怪的就是 明明 這個 禁止觀光業者 去大陸 組團 的限制 當時的法源依據 是依據是有新冠肺炎條例 哦那時候成立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所以呢發布了種種的限制措施 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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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在 去年的7月1號 新冠肺炎特別條例已經廢止了 好 所有的法治都應該要回歸常態 既然 禁止組團 請注意您的發言 您現在是在進行反質詢嗎 我剛才一開始有講到 那就是說這個是立法委員的質詢權利 我請您注意 我從學界來 我很不願意用不理性的問證 我也是 是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能夠站在一個 良好的一個互動對話 請您了解 質詢他是個上對下 您今天是來立法院的殿堂 接受我們立法委員對於您施政報告 對於您施政的問題 我剛才已經講過 我是要跟你一起重新檢視 過去這八年來你們所做的施政的問題 難道我不應該這麼問嗎 是 我沒有請您回答 我沒有請您回答 我接下來我是想問 就是說 質詢是上對下嗎 你們到底有沒有針對 質詢是上對下嗎 要不要看上對下 質詢是上對下嗎 難道不是上對下 是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 還是立法院要向行政院負責 請問 什麼叫做負責 公委員時間暫停 那我解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這點我特別來 好不好 這點我特別要提醒大家 也請委員跟官員之間大家互相尊重 好 謝謝 那接下來你們是不願意回答 我剛剛所提的問題到底法院依據何在嗎 如果不願意的話我可以繼續闡述 那請那個部長先回答 是 各位報告 進條例的確新冠會員特別條例會址已經不用了 我們現在是用發展官方條例跟旅行業管理規則 那旅行業管理規則 互以我們觀光署有監督管理職責 然後在發展官方條例裡面對於損害國家利益 我們解釋這是損害國家利益 所以就透過我們旅行業管理規則本一行政權 來宣布說這個事情這個整個組團是從三月一號到五月底 那五月六月以後就看他們對方的善意來處理 我想我們的確已經轉換到這個旅行業管理規則 跟發展官方條例來處理 委員 我可以補充嗎 不需要 我還沒有問到您 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因為從各個新聞媒體 還有包含陸委會跟交通部官方署經濟部 都有曾經共同說有開會 大家在進行這個相關的這個行政規劃 我只是想請教這個行政規劃的法律性質是什麼 請部長回答 就是在過去裡面我們對於旅行業 我們本身在觀光署是一個監督管理的單位 那我們從發展官方條例發覺說這個對我們有惡意 包括八百億的觀光密差 還有包括 好的 了解了 謝謝您 謝謝您 我想這個不管是八百億的觀光密差還是什麼 我現在問的非常簡單就是一指行政計劃 它是法律嗎 它是行政命令嗎 這是我們旅行的觀念 它可以 不好意思我還沒有講完 可以用一個不是法律 不是法規命令來限制人民的基本權利嗎 這個部分我希望 署長您回去 不好意思 您可以回去 可以好好想一想 你們的理由在於說如果我們的旅行業者去了大陸 他的組團的經營行為就已經損害了國家利益 對 那麼依據發展觀光條例 第五十三條的規定您剛剛已經有說到了 請再讀一下這個條文 觀光旅 旅館業 旅館業 旅行業等等 有損害國家利益 裁儲罰還 請問 他們有損害國家利益嗎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們的這個發展觀光條例的規定 是有處罰遇備犯嗎 你是已經心裡面有所知道他即將要犯罪嗎 我們刑法上面是禁止處罰遇備犯的 我不知道一個行政法規可以這麼做嗎 你們可以做這樣的解釋嗎 你們今天這樣解釋簡直是讓我瞬目結舌 我不知道為什麼交通部的觀光署法治 沒有法治人員嗎 不知道跟部長您這邊做解釋嗎 這樣子的有損害國家利益可以做這樣解釋嗎 好 請部長回答 損害國家利益我剛才已經談到了 就是觀光逆差跟像N503 那我們現在是這樣 不好意思 謝謝部長回答我知道了 所以因為有逆差就叫做損害觀光 損害國家利益 那我們跟太多國家都有逆差 但是呢 但是我們就是跟中國逆差就不行 跟大陸逆差就不行 我覺得這樣子的說法 這個是不能夠讓一般的民眾所接受 好 大人除了我知道交通部的為難 其實我知道這個政策也不是交通部自己一個可以做的 它畢竟是一個幾個部會大家一起決定的 所以陸委會看起來也有角色是嗎 請這個主委 第一個我想先從前面的開始 我想剛剛委員可能對於所謂的政策的延續 可能把它擴大到所有的政策都是重大政策 我不需要你回答我這個問題 我只要問你 我問進團令 這是兩個的 因為你剛剛講這個進團令是重大政策嘛 所以我要從重重是不是重大政策開始做這個剛剛的解釋嘛 對不對 第一個 好 謝謝你 我想我這邊保留我 你還是沒有讓我們有機會表達 因為你剛剛講進團令是重大政策嘛 所以我要從重大政策開始講起啦 沒有問題 再再次呼籲 好不好 這個請請繼續恩委 請繼續 剛剛好像佔用了我10秒鐘的時間 麻煩要幫我加回來 謝謝 我在這邊要給陸委會一個提醒 如果你們今天真的是想要限制 我們的觀光旅遊業者的這個 主團去大陸的權力 也請你們依法律 做一個明確的決定 我這裡都幫你們找好法條 大家看一看 在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討論的第九條第九項裡面 有提到 對不對 你如果說你因為考慮到兩岸的這個重大利益等等的 你要對台灣地區進入 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財新 禁止限制或其他必要的措施 那麼也請你們把這個你們預備要做的措施送立法院 讓我們決議這個不是你們說的算 我要再次強調這不是你們說的算 我可以回答嗎 我真的很感慨 就是我們為什麼台灣這個政府的行政官員 尤其是部會首長 你們難道忘記你們是行政機關要依法行政嗎 法律是你們所有行為的這個準則 可是你們今天好像無視於法律的存在 那你法律也是讓你們可以這樣去歪曲解釋的嗎 這是我感到非常遺憾的地方 我們都依法行政 我們都依法行政 我沒有請你回答 不好意思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班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